那把您称呼不是这么好听 就到处向侨胞放话 时间地点都报 他们就很生气 认为您是有泄露国家机密 徐委员恭喜 谢谢 委员长您好 有一个事情要先来跟您确认一下 就是说去年8月呢 赖副总统他有代表蔡英文总统 初访友邦巴拉圭致敬团 那中间呢 他们有过境了纽约跟旧金山 那请问一下徐委员长 您当时是不是正式的团圆 我不是 您不是 那我想要好奇请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公文的部分好不好 就是这个公文是当时在 大概8月13号 14号 15号 16号 这几天的行程 不好意思 我的这个稍微糊一点 您可以看 当时您在行程上面 8月13号 飞往巴拉圭 然后8月14号 15号是也停留在巴拉圭 那8月16号到了旧金山 晚上有出席桥宴 那前面这边写到的是 您是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纽约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顺访旧金山 还有一些其他的桥舍 那请问一下 这个8月13号到8月16号 这四天 是跟着赖副总统 他们的访团一起的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一份行程表呢 事实上是旧的 后来我们作废了 后来作废 所以后来有去吗 都没有 都没去了 因为呢 我们就是有接到这个爆料 那当时 我们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这个讯息 这应该是来自于 外交部的所谓的吹哨者来 来含的讯息 那里面有一些情绪性 委员长您就先把它略过 但是总之 它里面谈到的是 当时你们在安排旧的 您刚刚所称的这个旧的行程表的时候 似乎外交部在这边 他们安排访团的这个成员 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因为他们觉得 您不是这个访团的成员 但是为什么要参加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但您后来已经谈到 你们也取消这样子的行程了 可是我们从过去上面看到的是 曾经有存在过 所以或许是因为你们 曾经规划了 8月13到8月16的行程 但您并不是访团的成员 所以使得外交部的人员 在安排上面 他们情绪上面 他们觉得是不舒服的 但后来你们取消了 那我们可以了解 那我们今天想要询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请教了当时在 这一些侨胞 他们就质疑说 在访团正式公布的前夕 您有曾经向海外的一些重要侨领 有透露过 赖副总统出访的国家跟具体日期 我想要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的 那怎么会传出来是这样子 其实在侨界 我们侨胞都是非常热心 所以有一些时候呢 由于我们在准备相关的一些 侨验或过境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麻烦到一些侨胞 那这些侨胞 免不了他们不知道 这些讯息是机密型的 OK 所以过程当中我们是 所以我们事后知道的 对 所以过程是我们这边 然后要请侨胞来做一些 访团安排的一些协助 但他们没有理解到 这是一个机密性的讯息 所以向外面透露了 然后有走漏风声 我认为他们没有向外面透露 可能是有人在打听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讯息是不能讲的 但总之后来有 这个赖副总统的访团 他就变成是说 最后的结果是有提前了 泄露一些他们可能会去的资讯 让包含是媒体 包含是美方 他们都理解到这个情况 这个跟徐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在整体的安排上 我们侨委会都没有涉入 因为在这一次的八月访团 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 以外交部安排为主轴 那侨委会只有协助 在就是说 过境的两场侨宴的工作 OK 了解 那因为呢 这个外交部他们的成 就是他们的公务人员的对话里面 提到一点 我觉得比较 这个令人质疑的是 他上面就写呢 上次大老板 跟这次二老板 我想他指涉的是总统跟副总统 然后呢 他把您称呼不是这么好听 请您见谅 但他就说 您呢 在几个月前 就到处向侨胞放话 时间地点都报 他们就很生气 认为您是 有泄露国家机密 甚至还提到了这一次 美触骁代表超级震怒 您有听说吗 然后讲说 这么机密的出访资料 放在侨物行程上 还直接发公文来 应该是指后来 你们作废的这一份文件 然后他们就 外交部的公务人员就很生气 我想了解您的说法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件事情 我在第一时间 其实也跟当时的 助美代表报告过 说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状况 事实上我们没有人 去泄露任何东西 但是我知道我们 承伴同仁在安排各种的 首长过境或者是出访的过程当中 由于要与对方的 这一个国家进行安排 所以这些相关的资料 会提前汇给外交部 那所以这都是外交部 自己拿到的资料 并不是侨团拿到的资料 这第一点 第二个呢 这些资料我们也从来没有对外过 这个东西只是要请 助美的代表处去协助 原来我作为首长 我也不希望能 这个要有人到 这个过境的时候 去接机或送机等等的 但是外交部很坚持说 基于国家的这个尊严 我们所有的部长级 通通是要比照办理 因此我们都要固定的提供 我本来就有一些安排的行程 在走了 跟原来的总统出访计划 或者是副总统的出访计划 刚好是时间有一些overlap 所以像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意外 是因为我想当时状况可能是这样 就是您在7月21号的时候 发了这份后来作废的公文 里面有提到包含巴拉圭 然后桥宴等等的这个资讯 那因为我看到正本是给外交部 副本有给了助美代表处 以及很多的这个办事处 那我想可能他们收到了之后 非常的惊讶觉得 这样子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推测 那赖副总统的这个访团的行程 所以这件事情以后 我就责令我们同论说 未来不要再这样子做了 因为那是第一次他们这样子 我也认为这个是有把国家机密 这个复杂化的一个嫌疑 所以这件事情除了跟代表处 跟这个同仁都有说明以外 后面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好那就请多注意好吗 那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的是 关于华语文学习中心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委员长您学中文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都是学注音嘛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最近力推的这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他们在教我们的侨报呢 是教拼音还是注音 我们是两者都合并在一起 两者都合并 那我们有掌握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吗 目前我们自己所编的教材呢 我们是包容性的教材 双语教材 那最早是开始是Mandarin and English 就是华语跟英语的这个版本 那同时有拼音跟注音符号并列 那么全部都是使用我们的教材 在华语文学习中心 好那因为呢 华语文学习中心 我们了解的是说 里面有一部分是学习汉语拼音 那当然他主攻的客群 因为有一部分是把华语当成是第二语言的人 那他们可能想要学的是拼音 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 但是有很多的 像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科技产业 他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我举例到美国 到美国去工作 那他们家人会带他们的小朋友 一起到美国 所以这些小孩子 我们希望他们是可以学习注音的 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回到台湾来接轨 这次的事情是有侨胞跟我们反映 他们在美国看到了这些开课资讯 觉得很棒 他们都想要让小朋友在美国的时候 也可以学中文 可是他们说呢 他在加州 他们说注音跟拼音班 那拼音班比较容易报名成功 可是注音班基本上都是额满的情况 不晓得委员长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了解 跟委员报告 我们花语文学习中心 针对的对象基本上是成人18岁以上 所以他并不是给那种一般的学童孩子来上课的 那我们小朋友的部分 另外这个就是有一千多个 我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在过去这50年来 在全球有成立一千多个桥校 那这些桥校呢 绝大多数九成五以上 他们都是属于周末假日的补充型的 上课三小时四小时这样子的方式 那这些都还是例行的在做 而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那他的报名的状况 从来我们没有 都能编吗 从来我们没有遇到过 因为我实际上面 我很确认是哪一些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请委员 没问题 请委员提供我们资料 如果有这种情况 我们会非常惊喜 因为报告委员 在疫情前跟疫情后 产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说 因为美国当时有封锁等等的情况 所以我们很多桥校呢 在疫情期间就变成是有线上班 那就流失了不少的学童 最后我想要问说 我们未来有没有规划 做线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开课模式 我们现在一直都混用的 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 华语文学习中心 跟一般的桥校 如果他老师在这个课程的开设上面 他们觉得学生需要进阶的时候 需要补充的时候 我们都允许他有提供线上的教学 我建议可以做一些更完整的线上教学 去补充一些我们的小朋友 他注音办到补到的时候 那他可以使用的 不是老师后来说要办 而是说他入学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相关的教材 那会后我会再跟这个委员长说明说 大概是在哪一个区域 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主要就是我们侨胞的小朋友 那发现说他们很难去报名到 注音相关的课程 好的 那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拼音跟注音的比重上面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主要都是以注音来做教学 既然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的预算 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注音的部分 我们可以多加的去推广 尽管他们是要学习的是第二种语言 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化推广出去 各位委员说明 我们在18岁以下学童的部分 基本上的教材都是用注音 那刚刚讲的华语文学习中心给成人的 因为它是第二外语 我们才用混合式的模式 建议还是要以我们的说法为主 是的 谢谢 谢谢